自从贤神使出最强剑技后 剑客宗斯大受震撼 希望偷学练习 模仿这独门剑法 这让贤神很不理解 毕竟内剑法依托于亡领军躯体 凡人之躯施展容易伤及自身 宗斯失望离去 与此同时 乐丘洛用宝宝天蟹寻魂 因为地狱入口关闭前 还残留部分亡领兽灵魂体 他一路寻到废弃学员 谁知自己的亡领兽噩梦 此时正被超严格和运动魂 两位老师二对一封闭式教育 乐丘洛本想解救他 可担心自己也被抓去上课 便只能爱莫能住了 第二天 补习班组合制造动静 故意将强龙者引出 为了见证学生噩梦的补习成果 在噩梦使出前途多难者后 大骨和节月 深至何一安 纷纷进行了灵魂互缓 不明觉力的大骨顿时双手慌乱 挨下节月狠狠一耳光 王领兽趁机发起攻击 企图趁强龙者们 不习惯队友的身体 将其一举拿下 这时宗司和阿空赶来支援 结果也被进行了灵魂互缓 二人顾不了那么多 先变身再说 没想到灵魂互缓 对他俩影响不大 同样都是剑客的身体 照样能施展出 彼此熟知的技能 亡灵补习班组合见识不妙 户外实践客提前下课撤退 可强龙者们就头疼了 只要前途多难者还在 他们就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 生活上多少会不方便 另一边 阿空和宗司彼此适应身体 突然接到补习班组合的战书 兽电战队前去应战 他们重组队形 哪怕身体不是自己的 也要将亡灵兽消灭 谁知这时 真正的噩梦破头而出 宗司和节约 伊安和阿空 再次进行了灵魂互缓 兽电战队一度陷入混乱 只能将各自擅长的武器 依次传递给正确的人 就在战队苦战之际 接下来请开始闲神的表演 木皮疙瘾 本以为闲神能惊艳全场 结果还是中了灵魂护华 被超严格占据强龙银身体 因为之前补习过强龙银的技能资料 他直接使出兽电终结轰飞战队 接着将是最强剑术奥义 三位一体直线激光 正当他以为大获全胜时 这最强一击居然被宗斯挡下 果然盗版就是盗版 威力不足锁灵的一半 宗斯献学献用 也同样使出魔防板剑术奥义 大鼓赶紧将枕头击火 所有人灵魂回归本体 闲神使出正宗三位一体直线激光 超严格被消灭 大鼓变身嘉年华模式 同队友们连接X和V电池 释放七兽电胜利极限终结 补习班组合被消灭 这时乐丘落感去浇水 敌人开始复活变大 巨人强龙神出击 上来就架起意大利跑 使出超兽电巨人大爆破 立马就让补习班组合覆灭 宗斯也得到了闲神的认可 决定正式收他为徒 将羽刃剑法传授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